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窗户看出去是美丽的星空 遥远处可以看到摩天轮 房内定了高级的牛排餐点 相信这些安排一定会让女友小芳留下美好回忆 果不其然小芳一看到房内浪漫的布置 开心的抱住阿智 阿智楼的小芳述说着浓情蜜意的情话 望向小芳那一张一合的樱桃小口 阿智忍不住的伏下身想亲小芳 小芳很有默契的闭上眼 等待阿智的行动 但就在阿智闭上眼 身体慢慢靠近小芳时 突然脑海浮出了一个画面 刚刚小芳的嘴唇好像在磨蹭门牙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是什么呢 天啊 是卡在门缝里的肉丝 旁边还有菜渣 还有小芳的牙齿好黄哦 明明晚餐还没有吃 那那那这些食物的渣是中午残留的 还是早上 还是 还是 阿智不敢再想下去了 因为她就快要崩溃了 为什么她要看到这个画面 为什么她心目中的女神 卫生习惯这么差 她要如何牵下去 一 当作没看到 二 包容她的存在 老师说过 越有阴阳圆缺 要懂得看人的优点 不是缺点 小芳只是稍微习惯不好 但外表看起来依然美丽动人 对 要想着她的好 亲下去吧 阿智心里不断的给自己 加油打气 可嘴唇 还是跟小芳保持一定的距离 等候已久的小芳 还是保持着嘟嘴 殊不知 站在前面的阿智 为了轻她 反复的做好心理建设 看到这里我牙也疼了 如果我是阿智 不管食物的渣是隔餐的 还是隔夜的 又或者是隔周的 我会婉转的告诉我的爱人 隔夜菜不要吃哦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